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留言室写一个1 我来看看大家是不是都能够 这个或按一个赞也可以 太好了 好 那待会随时中间有任何问题 大家就可以在slido 或者是留言室上面 来跟大家来询问 那我看到的时候就会回应 我们今天的这个 先一样自我介绍顾佳 我叫顾佳琪 在台大数学系台大商业所毕业后 现在是斜杠创业家 那非常喜欢玩AI 所以在哈号上面有开这个AI的 ChairGPT的课程 以及有各种这个导入 企业导入的一些这个辅导 那ChairGPT呢 大家不只是ChairGPT ChairGPT同源的 我们说深层式AI 那很多人在我演讲的时候 就会询问说 老师所以你平常真的有用AI吗 你平常譬如说我们以前聊到区块链 有人就会说 你真的有用区块链 买食物吃吗 我们用了这个AI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真的有用 还让大家知道 我用在我的哪些工作上面 我在工作学习笔记的时候 我都怎么样子使用AI的 那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不只是工作学习 我还有在生活上 应用AI来帮我做一些 以前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那开始之前 先跟大家讲一个 这个或许有人有听过 就是在美国 有一个百万的 IG180万追踪的 在Tare3PT出来后 他的团队做了一个 AI虚拟女友 就是说你可以打电话 跟这一个虚拟网红 做出来的AI 照着他的个性 照着他讲话的习惯 做起来的这一个AI女友 你可以跟他聊天 每分钟收益美元 一周赚了7万美金 就是200多万台币 大家说到底他有什么 我只是跟他聊聊天吗 他还不止如此 他说他运用了一些 心理智商的方式 认知行为治疗 就是说他会陪你聊天 会问你最近在想什么 用他的语气 所以变成说 AI有些人不只拿来用 还拿来赚钱 然后大家预估 他可能有机会 因为他现在的订阅者 不断的在上升 预估他有机会 这个服务赚进500万美金 1亿多台币 他背后就是TrackGPT 而他们背后是工程师 串到了TrackGPT的4.0 这边跟大家刚好分享一下 说我们看到TrackGPT 看到Bug 看到微软病 那我来问一下 统计一下 这个使用过TrackGPT的 那我会让大家是选1 然后使用过病的选2 使用过Bug的写3 那123都有使用 就是123 大家可以帮我回复一下 就是有用过TrackGPT的是1 那有用过Bing的是2 那有用过Bug的是3 很好 所以Bug的就是少一些些 TrackGPT多了很多 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Bug的是Google的AI 它最有可能就是会放到我们的Gmail Google Document 以后我们在Gmail就可以说 Bard来帮我写一封信 微软的Bing 它是针对企业 所以它的收费对象是企业主 它会把它放到Word里面 Excel里面 帮我分析Word 帮我分析Excel 帮我做个表格 那帮我会议的时候 直接做 直接做这个 直接做会议记录 我们今天也会呈现 我们没有Teams 没有付费给微软 但是我们也可以 做这个 就是语音录音以后的 然后它自动就会录音 会自动帮我们产生会议记录 会展现给大家看 好 大家都 其实用Bard的人 比我想象的多 是 TrackGPT的赚钱 很多人说 它是不是赚你 20美金 每个月要你买高阶会员 不是 它是军火商 它是新创业者的军火商 所以就像是我们这边看到的 AI虚拟的女友 每个人每分钟跟她聊天的其中 她就是会由API 让TrackGPT 让她产生回复 是照着她的个性的回复 TrackGPT就在这中间收钱 所以她要赚的 不是每个月20美金的这一个 她这边只是在展示火力 她真正赚的是创业家的军火商的提供商 好 我们进到今天的主题 第一段 我们来是做AI智能笔记 很多人常听到各种笔记数 有这个康乃尔笔记数 有笔记盒笔记数 有子弹笔记数 那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 大家有使用过这个笔记软体的 帮我写一 没有使用过的帮我写二 我来先看看大家 OK 有些人有用过 有些人没有 没有关系 因为笔记就像是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面 有人就会说在以前是用笔来做笔记 然后到后面 现在大学开放了 你可以带着电脑来打笔记 那未来的笔记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待会来看 我们看到刚刚有很多同学有说过用过 所以我们先来统计一下下 用过的软体 就是用过Notion帮我写一 用过Evernote帮我写二 就是用过 对有用过 一二三都用过 就是一二三 备忘录就是这个iPhone里面的备忘录 其他就是有一些新的 像是还是说 你可以双向连结 你可以去智能在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有同学说太复杂 没错笔记软体在过去真的会让人有蛮复杂的感觉 就是我们写笔记是为了更好学习 结果我要更好学习 我要先学笔记软体 所以我们要回归就是说笔记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笔记其实它有很多种目的 那我们今天介绍一个目的就是说 有时候我会我就怕忘记 所以我记起来 我怕我学得不好 所以我记下来回家复习 我学了一个东西我想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笔记有一些功能 其实它没有那么 它其实的目标很单纯 就是要提醒我们 要整理 要帮我做整理 应该不是说帮我做整理 很多人说写笔记为什么有用 因为写笔记是你产出来的东西 你听完了课 你如果没有产出一些东西 你有时候 它不容易在你的脑中形成连接 所以笔记软体是让你 强迫你写出一些东西 可是这时候就会很麻烦 哪些东西我要写 哪些东西我不要写 我写下去以后 我要写到多细比较好 不知道大家用笔记软体的时候 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 我有 以前抄笔记 老师在上面叫大家要抄笔记 我就我到底要抄什么 抄完以后最尴尬是什么 最尴尬是隔了一阵子回来看 看不懂我自己写的笔记 到底在写什么东西 所以过去的笔记软体 有一些我自己不适用的 不习惯的地方 而我到了AI的这个时代 我第一个最喜欢用的 就是AI笔记软体 它有什么功能 智能笔记 目前还没有变成一个 完全主流就说智能笔记就是什么 可是我整理 我觉得有三大功能 是我现在很爱用 跟我未来期待它要好用的 第一个是笔记可以用语音输入 有同学说以前就可以语音输入 对 不过现在的语音输入 其实就是越来越快 越来越准 而且以前在做语音输入的时候 你常常会有错字 你常常会有标点符号 出不来不太好的地方 所以现在的AI笔记有一个重点是 你不用结构化的语音输入 所以你不用去完全要求它 百分之百正确 你不用去觉得说 我要有一个条理 我要整理 你可以说 我就是今天的一堂课 我今天课程结束以后 我快速的录音说 我这一堂课 我今天觉得学到了什么 或者是在工作上 我去拜访一个客户 拜访完以后 我直接整理 某某客户 他的这个年纪状况 家里状况 他今天对产品的想法 我以后 我用哪些事 他说 我之后可以跟他联络 可以帮他做 就是代办的事情 那这些讲完以后 AI帮你做整理 你也可以 未来 那就是理论上 未来AI可以帮你找到 过去跟你现在要学的东西 有连接的内容 就是我们说 现在开始做笔记 未来理论上 AI可以帮你去说 你学这个东西 一个新东西 和你之前学的哪个东西 有连接 或者你这个新客户 那他跟你之前 哪个客户有类似 他买了什么产品 你可以试试看 好 那 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 是这个 就是随身 你有小想法 你有任何的点子 你可以就是跟他 难难自语 你就让AI来帮你 进行整理调整 那这个 最后都会附连接给大家 所以像Audio Pen 我想要介绍 Audio Pen 我要怎么介绍 我就打开他 跟他念 说我现在想要介绍一下 Audio Pen 我跟他讲出我的想法 他来 我也不用特别的 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写Prompt 就是帮我使用繁体中文 把内容整理成条列式 加上一句标题 他就会把我刚刚的 混乱的内容 大家看到我是这个 念出来的内容 他自动帮我转文字 文字里面没有标点符号 可能有错字 我其实就没有去看了 但他就帮我 等理成一个标题 跟我们这个 我刚刚的这一段 难难自语 里面的重点 那如果你觉得 他的重点 跟你刚刚讲的东西不一致 你也可以打开来 看图字稿 说我想要再把什么东西 加进去 所以变成说 我今天第一个 跟大家介绍 就是AudioPen 就是说写笔记 我们以前都是手写 我们现在有一种 做笔记的方法 是用语音来输入笔记 那除了这个AudioPen以外 如果是遇到一个 比较长的内容 怎么办呢 因为AudioPen 它免费版 是只能让你 做三分钟的笔记 所以它比较像是数记 如果是一个比较长的内容 甚至是我们可能一个访谈稿 那这个时候 可能它是长达 20分钟 30分钟 我今天跟客户的会议 然后或者是我今天要采访 采访稿 记者的采访稿 当然 录音前一定要取得 双方的同意 以及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要做什么 但假设大家都同意 没有这个录音的 这个隐私的议题 那比较长的内容 我们可以来 实际先用GoodTel 那它是语音输入进去 影片输入进去 它转文字档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让AI 帮你做会议记录 或是把访谈稿 做成文 这个写成文章 它也可以帮你下标题 或者是做成社群文案 怎么用呢 比如说是我 最近在编辑 这个防疫专刊 就是这个疫情期间 这个两年间 那我们跟医师公会那边 他们委托说 你们帮我们整理医师的 这个防疫的心得 然后去访问几个医师 访问台北市市政府 卫生局 那访谈的时候 我就征求同意录音 录音回来 放到GoodTap上面 变成逐字稿出来 逐字稿出来 我就直接跟 CheckGPT 我把内容贴过去 帮我写成防疫专辑 一千字文章 好 下面它就开始 帮我写成一个文章 但是大家在想 大家在想 这个文章 能不能直接用 我想上过课的都知道 这个AI写出来的 还不能直接用 就是最好不要直接用 直接用了那这本书的 这个会被读者嫌弃 可是它对我有没有帮助 有 有帮助 因为我 它就是针对我的文章 针对我的防疫专辑 访问的内容 一段一段帮我写过来 所以我就可以很快的 调整文具 调整风格 纠正里面的正确性 补上去 我原本可能需要 写三个小时的文章 我现在一个小时 就能够写出来 所以TrackGPT非常非常方便 在这个笔记访谈上面 它还可以帮你下标题 让你可以有一个好的整理状况 我们刚刚讲 今天会有一些demo 所以我刚刚使用这个iPad 就是直接语音记录部 然后我就把我们刚刚 十分钟的内容 那我自己录音下来 然后我现在用这个 AirDrop 就是分享给我自己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 我们课程前十分钟的大纲 好 我来给大家看 我们这个GoodTab的萤幕 GoodTab 好 这个 不好意思 GoodTab在这里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 我们GoodTab 它是一个网路服务 那是要付费的 但是不算贵 一个月是500块台币 它就是可以把我们 刚刚的录音档放上来 它按这个开始转换 它就可以开始上传 我们刚刚十分钟的档案 然后来帮我记录出文字档 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上传完以后 它现在就开始来帮我做独自稿 那我刚刚的十分钟的内容 它其实是背后是用一个 叫做Whisper的这一个套件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它已经是在自动的 大家不用担心 它并不是只有一段 它就是自动的开始 来翻译 然后来帮我写出来 所以从最一开始 它甚至帮我把时间标上去了 就是大家用这个CheckGPT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 竹词考里面 它其实有很多措置 但是也没关系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的这个 我是从CheckGPT军火商 那边开始录的 它是军火商 那从中间收钱 然后到了我的这个笔记 这个大家使用笔记的状况 使用iPhone或者是CheckGPT 这个十分钟的内容 很快 它就来帮我转换 当然它还没有完全转换完 转换完了以后呢 如果我今天是影片档 要上字幕 比如说我今天要录YouTube 那我就是要debug一下 然后给大家 然后就可以上上去 跟大家分享 十分钟的影片 GoodTab写出来的东西 几乎就是可以直接用 改掉错之后 时间非常的准 但是我上次试了一个 我们这个之前一个直播 一小时四十分钟的影片 一百分钟的影片 它在中间就有一些bug 就是时间轴 有时候会处理的不太准 但是如果是十分钟以内的 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的内容 GoodTab 目前我的尝试 都是非常的准 我们刚刚就这么短短的时间 十分钟的 这个 这个 竹字稿就出来了 所以大家想以后 老板如果叫你做竹字稿 请记得GoodTab这个软体 右上方有一个这个下载 我直接把它下载 这个不需要 不需要时间戳记 因为我今天是要做笔记 我今天是要做这个 我们是记录内容 我们不需要它的时间 好 我现在转换我的分享 到我们的 ChatGPT 这个ChatGPT还是非常的好用 大家就可以想象了 我现在要来用ChatGPT 我要做什么呢 我怎么做 在讲怎么做之前 先跟大家介绍 ChatGPT有中文版界面了 虽然里面是简体的 所以如果你还没改语系 左边下面设定 有这个一般这边 你语言就可以改变 你就可以设日文 中文 中文简体 跟中文台湾 那他预设会给你中文的一个回应 好 但我刚刚的GoodTab 抓出来的文字档 我就把它直接贴上去 但贴上去前 我就跟ChatGPT说 我有几种说法 帮我写成一篇科技文章 好 所以第一种做法 是比如我今天上了一堂课 我想要在这堂课 把这十分钟的内容 转换成是一个科技的文章 我就可以让AI来帮我写标题 AI智能笔记 笔记的进化 智能笔记的崛起 他说我们刚刚是很口语的 课程的 他这边帮我写成了文章 在过去笔记已手写完成 现在笔记网数位化 我讲到这边 我都还是 请大家在这边觉得很厉害 这个功能很厉害 帮我拍一个手 现场的时候就是ChatGPT 直接就可以把 我们刚刚十分钟的内容 做成了一个部落格 一个文章 所以他可以做成这个 写成文章 对这个使用 对ChatGPT来讲 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改一下Prompt 我们刚刚是直接请他写成文章 我就给Prompt就是说 帮我列一下 下面内容的重点 所以说五个重点 用条列式 所以我刚刚是希望他写成文章 我现在说前面五个重点就好 所以他就帮我把我今天刚刚十分钟的内容 记录出五个重点 说当然我们就会看到里面会有错字 Good type 这是我的错 他是Good type 就是TAPE 那如果发音错了 大家听错了 这是我的错 我的锅 那他就可以记录下来 我们刚刚听了这个内容 这个 我们有这样的重点 我自己呢 所以同学就知道 在可以录音的场合 录下来 转换 他就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笔记 好 但是笔记功能不止如此 记下来是方便说我马上可以复习 我马上可以来这个 我觉得这太棒了 我还是贴给大家 同学有问这个 错字没关系 没关系 但是当然如果你最后希望修改 像Good type这种 写错的就是改一改 那GPT4版本是要这个 大家看到我上面有这个三跟四的调整 就是付费版会有GPT4 那我是付费版 付费版还可以有个好处 是有这个进阶的资料分析功能 他可以帮你写吞噬 但是今天讲的笔记功能都是3.5 全部就可以用出来 我刚刚示范的也是3.5的内容 所以第一段 大家现在应该有一个印象 我们的课程内容 以后上课 10分钟的课程 Good type 转成 图字稿 ChatGPT 可以帮你写成文章 可以帮你制作笔记 然后还可以 我来再示范一下 还可以说 假装 这五个重点以后 有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东西 我们是需要一个刺激的 帮我从 三个不同的 网友观点 发表评论 对内容发表评论 所以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东西 我们在这个 接触一个内容的时候 我有时候 会希望它是这个 我用条列式好了 用条列式 我有时候会需要一些冲撞 不同的人跟我们互动的时候 我会记这个东西 记得特别的清楚 就是如果大家都是赞同 还不一定 还这个不同的想法 我可能就会 有在不同的多方面的 来帮我大脑做了一个连结 所以网友一的观点 不错 很好用 这个转入 网友二的观点 这个创新的方法 但是准确性是个问题 对呀 刚刚就是说 专业术语口音 台语能不能 但是 如果我 它的辨识度不够高 我的校对会如何 给我一个反思 不用让我觉得 好像这边一定是 完全正确的 所以保持审慎 网友三的观点 节省时间 内容转化 跟网友一 其实有点像 不过这边就是推荐 我们今天记录一个笔记 我们刚刚就看到三种方法了 第一种方法 来 让大家回忆一下 第一种方法是 直接 它的内容 刚刚那个不见了 就是 写成文章 就是我可以说 我也随时可以重新 叫它写成文章 就是帮我写成一个 部落格文章 我可以收藏起来 今天课程变成文章 记录下来 第二种 我请它列出重点 列出了重点 很好 我不需要看那么长的文章 或者说我文章一样留着 反正我看了重点不熟的 回去看文章 再来就是一件事情 我从不同角度来给我们观点 好 我来改为分享 我们的这个 改为分享我们的简报 继续下来 所以前面 就是智能笔记 我先介绍简单的 短版的 比较简短的笔记 三分钟以内的 我们就是Audio Pen 那你可以马上记录 刚刚看到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 长的笔记 录音下来 GoodTap转换 TrackGP帮你做整理 Audio Pen还有一个不错的 就是晚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家里 自己写个日记 那你日记要写下来 很辛苦 你出去玩的时候 也不方便 以后你就可以去日本 比如说去日本大阪玩 你就可以 晚上就可以录音一下 我们今天去看了 哪个景点 这个景点我觉得不错 我觉得 哪间餐厅 我觉得下次还想吃 哪一批方式雷 以后不要 讲完怎么样 回来去一键 就生成了旅游笔记 是 好 那我们第二个主题 专案管理 成立范本 列出代办事项 给你智能助手 一样来统计一下 有用过专案管理的 带办系统也可以 抱歉 第二个没改到 有用过专案系统的 帮我写一 没有用过专案管理系统的 帮我写二 就是专案管理系统 像是什么呢 像有Tradle 这个 那叫做Slack 或者像是Todoist 或者是Asana 这种全部 对 同学很厉害 Tony这个 也是很爱用各种程式的发现了 好 专案管理系统 其实 想到就觉得复杂 说 你今天我 一个专案 到底 专案管理系统 到底可以做什么 我先来统计一下 大家用过的软体 就是Tradle Todoist 或者是其他 那刚刚回答一的帮我 就是看看 一二三 你们用大家 心中的专案管理软体 或者是有用过这些软体 有用过Tradle的回一 有用过Todoist回二 用其他的 可以帮我打一下 大家用过什么样的软体 那 其实 过去 我自己 就是对专案管理 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 也是做PM 就专案管理经理 我一直在想 到底专案管理 要做些什么呢 那 后来我自己有一个 自己的解读 其实就是你要把 这整个案子 你的目标 明确了以后 要把它完成的步骤 你要专案管理经理 要把这个步骤先分开来 切开步骤以后 管理每个步骤的时程 以及哪些步骤 前面要先完成 才能往上去 所以专案管理 就像是盖一个房子 你要知道 先从地基要是 不要讲盖房子 有点敏感 我们就来看 我们直接来看 这个专案管理 有AI协助的专案管理系统 会长什么样子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 叫做Taskat 台湾非常不有名 我说不定是第一个 网路直播讲Taskat的人 Notion AI也有功能 也有很多AI都有功能 那我今天为什么介绍这一个 它其实不只 不只想当专案管理软体 它也想当笔记软体 它也想当你的人身管理 打造你第二大脑 等一下我们会直接给大家看 实际范例 先给大家看一个是说 比如我要做一个编辑 它就可以帮我去 写一个编辑计划出来 但比较没有感觉 我们现在来实际 实际操作 Demo给大家看 这个专案管理软体 它可以怎么运用 我先停止共用 我现在来 分享这个 分享视团 稍等我 大家稍等我一下下 好的 大家应该有看到 我看看 大家有看到我的分享画面 这个是这个 CASCAD的这个画面 我们会看到它很多地方 其实也跟我们这个 专案管理系统很像 现在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Magic时刻 新项目这边 我们按一个人工智能生成器 我们现在就在模拟 老板今天要我做一个专案 别人想要说 我们要不要来创业 做一些事情 我今天想要有一个学习计划 这些东西 我如果本来是要写 我本来要做专案管理 我可能会去问 已经做过这个的前辈 说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可以怎么开始 我可以做哪些准备 所以就像刚刚举例的 我要编一本 常义端极 要收集医生 收集医生的心得 编成一本书 帮我列出计划就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 未来的专案管理系统 就是防疫专辑编辑计划 他就会来跟我说 从他的AI大数据 从我们说生成式AI 我今天如果要做一个防疫专辑 他帮我说第一个计划阶段 我可以定义读者群 确认内容 设定进度表 准备预算 然后开始联络医生 发送邀请信 确认参与名单 参与愿意投稿的 进行访谈 我没提到访谈 他真的来给我用访谈跟文献 访谈的话 你也可以针对访谈 我们待会示范 再让AI做 然后撰写内容 撰写大纲 所以大家发现什么事 我以前要开始一个专案管理 我可能这个专案到底有哪些面向 我可能需要很有经验 我才会比较知道 我们未来再做任何一个专案 或者是任何学习一个新内容 待会会示范 我们就可以来找AI 帮我把内容做好 以后 我就说帮我create 帮我做成一个project 他就有了一个编辑计划 在这个已经 已经有了一个好像我可以照着他的这个计划 来做的一个模板 我这边一样 邀请大家觉得这个功能很实用的 帮我拍个手 或者是帮我互动 或者有觉得好像经验到的 希望大家有感觉 希望大家有感觉到 这个跟过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我的心得是很不一样 因为人并不是没有用 人还是要进来说 我哪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我哪些地方 我可能不是我要的 我还是要去做一个 我的人的介入 来把它做东西来调整 或者是我可以去做决定 可是他没有不让我做调整 比如说我的版面设计 我随时就可以说 我要邀请设计师 然后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未来我们的未来所谓AI软体 它就会有几个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 右边会有一个AI聊天助手 你可以跟聊天助手说 我要邀请 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游标 看右下角 帮我列出 邀请设计师的代办 所以以前不管是 Todoist 或者是 他拒绝帮我邀请 没关系 我看看他还讲了什么 确定设计 OK 他还是 他讲了一段前言以后 还是帮我做得很好 但是 跟大家讲 就是说 以前的笔记 以前的专案管理 以前的代办系统 我们都是要自己一个一个想 我要写什么东西 到底我要代办哪些东西 现在是怎么样 我跟AI说 我想做这个 你帮我展开 右边展开了以后 怎么做 添加到项目 大家就看到 刚刚我的这个 跟他内容过来的 他就帮我添加过来了 我可以跟他说 帮我 帮我用这个 Check Check方块 你希望这个AI助理 帮你怎么改 那你就可以 跟AI说 就是你来帮我改成什么样子 我刚忘记叫他再给我实陈 我待会继续 所以我们以前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我自己要去说 我要做设计师的邀请 我要跟他确定设计需求 我要跟他联络 我要发送邀请 以后变成 AI帮我展开来 他甚至有些时候 想的比我还要完整 就是设计需求 然后邀请性 那邀请性的话 我们前面的内容就说了 AI继续帮我写 待会试判给大家看 我先叫他添加 我要在一周 一周好了 一周内完成 加上时程 所以专案管理系统的进化 就是插入回到三支三支 一下 可以插入下去 这个是我去选择它的位置后插入 我待会插进去 我游标在这边 我来待会把它插进去 那刚刚我的这个代办出来以后 他每一次的产生 还是不太一样 不过没关系 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就可以变成 AI可以来帮我拉出来一个合理 合理或不合理的时程 那如果是不合理的时程 我们就可以 我来跟他说 从2023整个9月15开始 不合理的时程 我也可以把它添加上去 就是你要我一天就吵论出设计风格 那我改成 我不要一天 我要两天 大家看到没有 刚刚他写的是要我自己填时间 我现在跟他说9月15号开始 他帮我说9月15 确认需求 9月16找设计师 9月17邀请函 但如果我说不要那么久 我9月16就要记 我自己改掉就好了 然后写邀请文章 写邀请信 然后跟进回应期限9月18 敲定合约合同 合约9月19 确认理解专案 然后我来把它插入 添加到下面 他怎么添加下面 那我可以复制 然后添加到设计师的项目下面 所以 专案管理的这一个 专案管理的整个思维 可能会被扭转 因为AI以后就是你的一个专案管理助手 你有一些花时间的东西 不需要在上面 不要再花那些时间了 我们专注在内容 专注在把东西做好 写设计信 写邀请信 怎么做 人工助手 直接说 帮我写一个 给设计师的邀请信 他设计封面 他这个地方 他把它误会成我要做这个项目 不过也没关系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回到TrackGPT 来帮我写信 Pascal就来帮我来做这个专案管理 就是你还可以 这个因为是个专案管理系统 所以其实他随时可以在里面 做这个复制 就是你可以去增加 指定给某个人 就是专案管理 指定给协作伙伴 然后你可以指定他的日期 可以放到日历里面 你可以提到这是谁谁谁 或者你下标签 而且他在一开始 就帮我做了一些标签的拟定 所以未来大家在开始 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记得我们现在有个新的方法 直接进到AI里面 请AI来帮你做 来做一个开始 好我们先 再来介绍这个TrackGPT的 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功能 我们一样是成立新项目 我在这个时候 我说我不要用AI来成立 我说我还是喜欢看别人有没有什么模板 其实它的模板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个Tasked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Tasked的背景 他们是一个美国很大的新创加速器 叫做 他其实也是OpenAI的创办人之前在那边当过CEO 这个创业的公司就是他们自己就需要这种很多专案管理 所以后来他就把他的很多他们在成立新创的心得 就把它写上来 那英文没关系 大家英文都不用怕 最后都可以叫AI帮你翻译成中文 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今天是一个新创公司 那我们在新创公司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专案管理的一个模板 就说如果我对AI的模板觉得不太适应 我可以请 我就可以去看他已经有的模板 来把这个模板用过来 右边你也可以看到 他们也会有一个AI来 说你可以来试试看 那这个模板都是英文的怎么办 叫AI助手 翻译 右下角我就跟AI助手 翻译成团体中文 如果他也可以说 你可以随时就是选择 我现在要这个AI助手是什么角色 人生教练 还是这个生活黑客营养师旅行顾问 所以因为有AI的协助 国外的专案管理系统 现在是包山包海 从这个你的 你从学习工作到生活旅游 他全部都说来用我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待会跟大家聊 你可以让他给你的语气 是创意的 休闲的 自信的 乐观的 正式的 或者下面的 分世级俗的 我待会来玩玩看 所以左边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他模板里面的英文内容 右边他就来帮我写过来 就是对应过来的一些中文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 不过他对的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急 但是就是他有问你一些东西 说你的business 我们所谓商业简报里面要放哪些东西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示范 说如果我们不想让AI帮你成立新的专案 我们也可以让他来帮你成立模板 各种模板 这边包山包海 要介绍介绍不完 最后一个就是 如果我今天不太知道我用AI 我要用他的AI做什么 或者我自己用AI可以做什么 这边也给了你一个AI提示的模板 什么模板呢 就是譬如我今天 想要有各种不同的 像是文案写作 或者是这个 我们假设我们是电子商务 然后假设我电子商务里面 我要有一个交叉销售 或者我还是写文案好了 文案写作 创造部落格文章 我就可以复制这个 那大家以前上过我们课就知道 我们就把网站名称 换成我们的网站主题是什么 然后TrackGPT或者是TaskEd 它里面的AI 就可以来帮我们 把这些东西写出来 好 因为在这个画面 所以我就先不跳回简报 我就接连着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智能的笔记 智能的专案管理系统 那我们还会跟大家介绍智能的这个学习互动 所以我们就来想要学什么东西呢 今天 介面是甘特 甘特图好像还没有 免费试用版有 那英文是硬商 那我的介面是中文的吗 我竟然没有 它什么时候 那它应该可以调成中文 我可能在设定的某个地方 我调成了中文 大家对这个软体如果很有兴趣 跟1111 这个创新生成学院 下一次我可以专门一个时间介绍这个软体 这软体实在是非常的大 我到现在应该也还没把它的功能全部用完 我先进来说 我们今天除了用它来做专案管理 我还可以用它来写笔记 我还能用它来说 我来 如何泡好一杯 写错字 如何泡出一杯好喝的手冲咖啡 大家就想 专案管理系统拿来用到我们的日常学习里面 多么奢侈 你今天为了学泡咖啡 我有一个专案经理来帮我做 我要先准备这些材料 我要准备咖啡豆手冲壶 然后磨咖啡豆这些 这个我们等一下下 等一下下它的生成 但是这边想跟同学说的就是 我们以前在学东西的时候 第一步是什么 查Google 买书 问同学 以后我们要学一个新的技能 我推荐大家先来问 ChairGVT 或者是先来问Ask Cat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这个东西是一个 网络上很容易查得到 正确性比较没有问题的 你直接让它帮你成立一个 比如说炮制手冲咖啡流程 它就可以给你这个材料 磨咖啡豆 然后的这个一步一步 所谓SOP 磨豆机弄干净 电子秤 预热冲泡 好 这边呢 一样我们因为我们是 大家都是对AI很有兴趣的 相信前面有听过不少老师 甚至我们之前的课程 AI每一次生成出来的都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很有趣 像是跟大家就示范 我上一次问他 他给我的是长这个样子 磨咖啡豆煮 我要示范是说上一次他很好玩 他还跟我说反思于笔记 要我记录冲煮过程 记录我冲煮的参数 然后记录我这一次冲的咖啡 我喜不喜欢 会不会太酸 或者会不会太苦 那我还 我就变成说 这个教练 这个AI手冲咖啡教练 他包山包海 帮我列出来大补丸 然后还帮我来做这个 做学习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可以用一个这个点选 可以让他来把他这个 慢慢的把他做出 就一步一步 我就可以把我的咖啡煮出来了 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开始 那要专精呢 还是可以去上网 还是可以看Uber 还是可以问专家 但是开始学习 其实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 使用AI